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总厨硬是把两块钱的豆腐 做成了饭店畅销的招牌菜 而且来吃过的客人都一致好评 大家好,我是在座美食的小童 今天我就把这道树烧豆腐的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据说这个做法是大厨在五星级饭店 头号大厨那里学到的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钱的嫩豆腐 如果是用老豆腐做出来就不够嫩滑爽口 豆腐准备好后把它一分为四 在对角给它切两刀切成小的三角块 全部切好以后把它们装入盘中放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一些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大蒜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 那样蒜香味会更加浓郁 然后简单的给它剁成蒜末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块去皮老姜改刀后切成姜末 切好以后把它们一起装入盘中放一边备用 准备几个线椒斜刀切成马蹄片 这个线椒辣椒的香味很浓但是一点都不辣 喜欢吃辣味重一点的我们也可以切一些小米椒 全部切好后放入装姜蒜末的盘里 再准备三根蒜苗横刀从中间劈开 然后切成两到三厘米的小段 切好以后把它们装入盘中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调个碗汁加入一勺食盐半勺鸡精和胡椒 一勺生抽和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一小勺白糖和一勺玉米淀粉 最后倒进一大碗清水用勺子把调料搅匀化开 提前调个碗汁是为了节省炒菜的时间 搅匀后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起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烧热后再将切好的豆腐下入锅中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小火慢煎 煎至约两分钟左右 底部煎至定型后再晃动一下锅 翻面煎至另一面 最后一直把豆腐煎至到表面像这样焦黄就可以了 煎好以后再将它绳出来 这样煎过的豆腐味道非常的鲜香 而且表面金黄非常有弹性 下面锅中留底油把油烧热后下入姜蒜末小火煸炒 炒出姜蒜的香味 姜蒜炒香后再下入一勺黄豆酱 小火把黄豆酱给它炒香 炒香后再下入切好的青红辣椒 然后快速翻炒把青红辣椒炒香炒至断生 辣椒炒至断生后把煎好的豆腐倒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把所有的食材翻炒至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让豆腐烧制入味 烧制约30秒里面的汤汁明显变少了 豆腐也吸饱了料汁的味道再把大蒜杆放进来 翻炒两下后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前再把大蒜叶倒进来炒至断生 哇 现在闻着好香啊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再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素烧豆腐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豆腐香辣入味鲜香滑嫩 不愧是五星饭店陶浩大厨使用的方法 豆腐这样做确实比红烧肉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做做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评论关注转发哦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